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前任电影,我是你们的前任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十年前中国人独立创作的轰动世界的动画 影片片名,打,打个大西瓜 有人说这个世界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 而我们就是网上那可怜的虫子 冲破网,外面的天地大无边 可你在网上一天,那便要受一天的血雨腥风 就像现在,两只狗不顾颜面地抢夺了一块肉骨头 公愁交错,拥抱握手,无不透露着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 这一次他们要进行一场重要的谈话 关于这块肉骨头归属的问题 倒上酒,挑选一根心仪的雪茄,然后吞云吐物,高傲自然 笑着藏着,抢着,伪装着 但是最终还是各自暴露了自己的欲望 撕破了脸皮,捉不撕裂,战争的号角吹响了 彼时和平的谈判桌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赌博 双方手里各式各样武器装备牌,尽数登场 纷纷排好队列,严阵以待 只要国王一声令下,管他刀山与火海,剑去之地,硝烟漫漫 轰炸机,坦克,航母,甚至连山头都塞满了炮兵 城市被破坏,乡村被武器覆盖,战争愈演愈烈 你不知道你杀死的那个人多善良 你也不知道杀死你的那个人多凶残 你们只不过是国王手中的扑克牌而已 战场一鱼,两个小兵打得你死我活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将对方击落 但最终两个人都输得一塌糊涂 两人命运相似的人被绑到了一起,飘到一个小岛上 可他们依然在想尽办法杀死对方 很快大马猴取得了胜利 当他兴奋地掏出刀,想将二狗解决掉时 他却愣住了,因为他处在一个巴正大小的孤岛上 孤独和绝望来袭 于是他救活了刚打败的敌人 只要身边有个活人,那就还好 之后的日子里没有了使命,驱逐和身份支线的两人 开始和平共处,饿了捕鱼,渴了摘椰子 无聊了就下围棋 两人没有了争斗 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 一天巨轮的声音打破了这宁定的生活 大马猴和二狗喜极而弃 手舞足蹈地发出求救信号 可就在两人狂喜之时 一枚火炮擦着大马猴的头皮呼啸而过 原来战争还没有结束 两位王者依然在洗着牌 进入战场的卡牌越来越多 翻滚成巨浪,碰撞在一起 一艘第三国家的救援船找到了小岛 登上小岛后却发现空无一人 他们扔下了一个烟头转身离开 大马猴和二狗捡起了烟 慢慢分享 然后用布块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 或许是时候逃离这个网做一个人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